昨天去蓝园并没有空手而归 买了一颗 是雷利亚兰 我们平常总是会说卡特利亚兰或者加德利亚兰 是因为经常会用卡特兰和雷利亚兰做母本 进行杂交就得到卡特利亚兰 但平时我也省事 一般就说卡特兰卡特兰就这么叫着 有时候不一定真的只是卡特兰 可能是杂交品种 我买的就是这颗 先看一下这花 有一朵花和好多花苞 花瓣呈星形排列 长得其实真的很像卡特兰 这种粉紫色也是它比较常见的颜色 它的花不算太大 还没有到九厘米 其实也并不算太小 但是呢 跟卡特兰比起来 那它就小多了 虽然它的花略小 但是它花多呀 而且它的花梗非常长 相比较它整个植株来说 它就是修长修长的花梗 挑出去这么两朵花 一个梗上有两朵花 真的显得很飘逸 它的这个花梗是分节的 又要像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 也像蝴蝶纹心的花梗 蝴蝶纹心花梗也是长的这个样子 它有些品种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高 我这个还好 属于这里面算是小型一点的吧 这个尺寸放在桌上挺合适的 它的甲林镜是卵圆形的 不算很大 但是形状挺漂亮的 甲林镜的顶端剩有一片叶子 花也是从这儿出来的 所以这算是中端花梗 这个甲林镜开过花之后 就不会再开了 如果来年想继续开花 需要长新的甲林镜出来 也就是说在营养生长阶段 如果一苗一苗的长了好多小苗出来 也就预示着到了花季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花 它的花季是在秋冬 它是属于冷凉型的蓝花 就是说它更喜欢比较凉爽的环境 10度到22度 它会生长得很好 但是它很皮实 32度以下的温度 它也都可以忍受 32度以上就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我去的这个蓝园呢 上面是有遮光网 但是四处都是透风的 所以它应该是可以受掉 稀泥的这个气候 夏天也是挺热的 冬天最低能到10度左右 它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 大约是墨西哥 宏多拉斯 威地马拉那一带 在咖啡种植园 牧场 橡树 松树林 都有发现 在原产地 是附生在树干上 或者就在树下头的石头上 估计在树上没站稳 掉下来 摄在石头上 继续长 所以听说它并不娇气 很好养 它是长在户外的 所以呢 它还是更喜欢户外的环境 如果养在室内 注意通风和适当的光照 它对光的要求算是比较高的 早晚的阳光可以晒一下 当然中午的阳光肯定是要遮一下 至于早晚的阳光是到几点和从几点开始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 季节不同肯定也会有一些变化 而且各个地方的阳光强度 温度湿度等等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碰巧你养了这个兰花 可能需要自己摸索一下 自己的环境当中 到底是什么时间段的阳光可以晒 如果不确定 或者说嫌搬进搬出会比较麻烦的话 那我觉得像兰元那样 干脆搭层沙网 全部都滤掉一部分 就比较省心了 但是不能给它像蝴蝶兰那样全阴的环境 就是所谓的全部都是明亮的散射光 它适当的是需要一点点光照的 光照不足的话会影响它开花 很多的卡特兰或者说加德利亚兰也是这样 光照不足会影响开花 有很多卡特兰或者是加德利亚兰是有香味的 这个呢据说也有 但是我没有闻到 但是又有说法说是要太阳好的时候才有香味 碰巧我这几天太阳都不好 昨天是快回来的时候就开始下雨 然后今天一大早太阳就没见着 一直在狂风 基本上倒是没雨 但是刮风阴天 等到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再闻闻看 不过这个花即便没有香味也没关系 因为它的姿态非常的优美 飘逸 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它是复生蓝 所以可以板直 可以用树桩来养 也可以盆栽 如果盆栽 根部的透气透水就必须要保证 否则的话呢 也是容易烂根的 盆下面一定要有孔 侧面能有孔就更好了 植料最好是树皮混料 这颗它也是用的树皮混料 这是从表面上来看的 到底盆里头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正直花期 我也不可能打开看 如果是板直或者绑在木桩上 最好再垫一些水苔 浇水呢 最好是每天早上浇 到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干了 它的根部也是喜欢干湿循环 不喜欢总是湿的 如果是盆栽的话 一天可能干不了 浇水的间隔呢 就根据自己的环境情况来调节 基本上也是见干见湿 它比较耐旱 很久没浇水 它也能活着 但如果希望它长得好 在它生长快速的阶段 还是给它所需要的足够的水分为好 据说墨西哥一带春夏高温多雨 算是雨季 秋冬之后呢 雨少了 也冷了 墨西哥我是没去过 不知道有没有在墨西哥一带的花友 或者说了解墨西哥一带的花友 我查到的这个资料不知道对不对 那如果天气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多给一点水的 到冬季比较冷的时候 它能耐一些干旱 少给点水 施肥方面也是薄肥禽施 因为它是富生兰 就知道它的生存环境并不优越 它不是生长在肥物的土壤里的植物 相反 它是从很贫瘠的环境里出来的 所以它所有的构造 就都会适应贫瘠的环境 不可以给它太多肥 这一点跟其他的好多兰花也差不多 薄肥禽施 在生长初期 也就是长小苗那个阶段 用促进根叶的肥 也就是蛋偏高的肥 到生长的中期 可以开始逐渐的加磷肥 到马上要出花芽的那个阶段 也就是温度下来那个阶段 可以停一下肥 少给点水 能促进它出花芽 温度到了20度以下 也就是它准备要出花芽的阶段了 对于湿度的要求 它自然是喜欢高湿一些的环境 60到80 它是很喜欢的 但是我们在家里通常很难保证 是在这个湿度范围 如果稍微干一点 它也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太干的话会影响它开花 如果真的太干 就经常给它喷喷水 也可以在旁边放个水盆 如果有条件养在户外 最好是养在户外 因为它喜欢通风良好的环境 但如果实在不行 放在室内的时候 注意通风 再就是光照 它喜欢高光 如果冬季室内有取暖设备 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靠太近 最好也不要让热风吹到它 它是喜欢冷凉的环境 最好是在10度到22度之间 我这包花是昨天买的 照片有些是昨天拍的 有些是今天拍的 我就发现经过这一天 它的那个花苞有些变化 看到没 这个裂开了一点 这个是刚才拍的 对了 据说它的花期还挺长的 我看看这个花到底能开多长时间 我拿回家的时候 只有一朵花 还有好多没开